一直被西方反华势力造谣说成新疆雪棉花事件 还有这些说中国压制穆斯林 对新疆维吾尔族实行种族面积的谎言 彻底被揭穿 为什么最近世界电动车的巨博特斯拉 在新疆设立了一个售车的4S中心 聪明证实了这一点 你想美国商人在新疆设立特斯拉的售车地点 说明什么 说明新疆完全没有种族灭绝 你种族灭绝 你美国公司为什么还在这里设厂 美国人是自三而装 现在美国各界的这些牛鬼蛇神 就是编织谎言的这些美国政客 就纷纷就是像小丑一样跳出来 就是抨击特斯拉 说你们不应该在没有人权泯灭人性的新疆设立 这个4S店 人家理都不理嘛 你根本就没有的是 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边陲大省 从49年的200万人口 现在已经增加到1300万人口 如果你是对新疆种族灭绝的话 200万人应该变成20万 对不对 怎么会还多了1000万 对不对 想想美国 美国对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以前有800万 现在只剩35万 这叫种族灭绝 OK 人家美国本来就是人家印第安人的这个聚居地 结果美国侵略者来了以后呢 白人种族 这些殖民者来了以后 把这些印第安人种族灭绝 这是种族灭绝 中国不存在种族灭绝 也不存在雪棉花和这个 这个什么压制穆斯林呢 这些这些谣言说什么 中国不让穆斯林建的圆顶和尖顶的 这些清真寺 你都是扯淡 人家中国政府邀请美国记者和欧洲记者 来新疆进行现场报道 没有人来 对不对 因为怕真相被揭露嘛 很多外国的这些友人呢 都跑到新疆去 看看究竟 都在网上发表了真实的言论 说根本没有种族灭绝 根本没有压制穆斯林 都是西方反华势力编出来 用于大压中国 污化中国 对不对 攻击中国 怕中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这些 惊天谣言啊 太丢脸了 这回特斯拉在新疆开店 彻底打脸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 睁着眼睛说瞎话 指路没把黑埋颠倒 真的丢了 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被美国政客感到羞愧啊